來看看郭文棟的消息 郭文棟新北市議員 帝昌宜進正在面積跟親人 去日本遊覽的商品 尋問告訴我們 他們去新北市議長 朱金鴻 朱金鴻的候選 朱欣宗的這個長安 他老爺在跟他講說 這件事跟白人的老公出去出場 他們去很多人的討論 接著這點帝昌宜跟朱欣宗 都感到一無來的帝昌宜 他竟然說 不然他們家無事去牽連白人 免財店管大臣 貪處的人只會到日本路有的商品 新北市議員帝昌宜 找到很殘忍 是說環境商品所要引來安內團結 感到是貪處的人出門 不是貪白人的公司 一批不夠更老一批 若是沒有土地管 若有免站在台上認對三名 不過其實這個市民這位網友 先分不單純 他就是新北市議長究竟 向他學生很嚴重的長院 說出這樣會 但說是在要聊什麼 沒有啊 我是懷疑用問的而已喔 我沒有確定是什麼事喔 有我們怕誰嗎 我不是說沒有我們怕誰 跟我們怕誰是什麼問題 說是懷疑 不過這樣老人 已經可以發到討論 大臣如果出陪處的人 做貪協的商品 更加強調所有的利用 都不是屬性 只是單純的火牌關係 希望將貪協的項目 問中家來自取消到外人的新庫庭 中心中也表示 這幾天是和三個火牌 在日本路由 和對相機的項目完全不夠插 是說看這是好家軍的對相機 但是台主不出心 後來就要到好奇戶 單純會發言前專政議員成功 好友記無論是早期前 還是這些島嶼總統的選擇 都可以在旁邊看到他的行程 這次突然出這樣恐怖 協的極限也會影響到好友記 兩位當事人昨天都已經 非常清楚地對外說明 只要有三個火牌情 現在對我們超過朋友的關係 相鋒都跳出來揮揮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